上人说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障碍 撒下了爱的种子同样在这一块缅甸的国土上 你知道吗在缅甸农民借钱买到种肥料 在缅甸农村是常有的事 一带三万缅甸大约是200块台币的肥料 对当地农民来说却是他们最沉重的负担 因为在缅甸没有像台湾的农会 唯一能想办法的就是向高利贷来借钱 要是遇上了欠收或是家庭变故的话 无力偿还债务只好变卖田地 这是唯一筹钱的方法了 其实三岁的松金他从父亲的手中 接下了30亩的田地 但是因为欠收向香金高利贷 遇见了稻种还有肥料 一年就要花掉20多万的免币 一年卖到的收入可能都还不够他来还债 在债务不断的增加当中 出售田产也成了他唯一摆脱债务的方法 直到今年30亩的田地只剩下两亩地 又遇上了风灾 让他的经济困境是雪上加霜 失去了所有稻种的他 甚至动了卖掉仅存足产的这个念头 而此季在当地发放了稻种和肥料 不只截去他的燃眉之急 也为他带来了前进的力量 因为生活有了希望 让松金也兴起了想好意 做好事的这一股善念 一望无际的稻田 这曾经都是松金的田产 50年前从父亲手上 接下了30亩的地 辛苦耕源了大半辈子 没想到田是越耕越少 借钱应急 要是还不起 把地卖了成了不得已 却唯一的选择 松金的无奈 就是大部分缅甸农民的宿命 重到肥料 就像自己要吃的米 每一样都要钱 三下地方没有银行 就连农会都没有 金融体系中 重要的借贷制度 在这里根本失效 百分之八的利息 高得令人不敢相信 这却是缅甸农民 面临的窘境 但是为了生活 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翻身的梦想 他们只得往前 不得不得选择 遇上了无情的天灾 让松金的处境更加困难 不止田毁了 就连家都被封给吹垮 重建家园的庞大费用 让他忍痛 决定卖掉最后的两亩地 在麦地的前一刻 听到有慈善主持 要送稻种来 还有提供充分的肥料 让这个73岁的脑农夫 赶紧取消交易 最后的田产 这才保留下来 干枯的稻子 宠获新生 毕竟是农夫 生活最重要的就是田 手里撒着志工刚送兰的肥料 因为里头有着全球慈藝人祝福 他说这季 肯定会是个大丰收 会开始发好愿 做好事 从松金身上 我们这才发现 一厘米不只能填饱肚子 更是善念萌芽的起点 达新闻成李明华 缅甸采访报道 好 其实呢 慈激在纳吉斯风灾之后 就积极的联系 5月2号的纳吉斯风灾 慈激人10号 踏上了缅甸 15号首度发放 以爱为先的态度 获得了官方支持 缅甸政府 更在6月14号 对慈激基金会 发出了正式邀请 参与灾区的援助 及重建工程 慈激一连串的稻种 肥料的发放 不只是让农民的生活 回归到正常 也稳住他们的经济来源 而慈激征灾团 在缅甸的8个团的 发放、证灾、证实 告一段落 不过慈激人 蓝天白云的身影 也如缅甸的稻种一样 深深地扎在 当地居民的心中 尤其是之前的文具发放 志工的脚步 骗解了好多所学校 志工为了让学校老师 更能了解 慈激理念 特地举办了活动 邀请老师们 共襄圣职 发放文具 带动团康 教室里满是欢乐的气息 慈激眼让这里 和风灾肆虐过后的景象 迥然不同 而一旁的老师看在眼里 也对慈激产生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志工飘洋过海 来到这里 为了一探究竟 三间学校 十六位老师 起居一堂 仔细聆听 甚至还有人 抄起笔记 生怕漏掉 志工讲述的 一点一滴 了解慈激之夜外 老师跟着学起 现在在缅甸校园里 学生都能传唱的 首语歌一家人 此刻大家的感觉 就像亲人般 仿佛也明白了 慈激人飘洋过海的原因 大约新闻杨茂林缅甸报道